上分學三招 先有要不要 最近有很多人問我 為何我的楊簡打得跟刺客一樣凶猛 瘋狂收割人頭 自己玩就被別人捶得滿頭包 其實楊簡是非常好笑的 看完這波你就懂了 反手會重播就A一下 直接2技能沒有暈 暈到A兩下A三下 還在一下打他 打他打他 這邊A他A他1技能 捅他 捅 我的老哥 吸 吸 吸 哦 反手暈 一技能標記 打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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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 好癢 哎呀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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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刺激 怎麼樣看完是不是感覺自己按來不住胯下的小天犬呢 接下來給大家分析一下楊簡的核心思路 這個英雄啊定位是戰士 但是打法偏刺客 由於E技能啊擁有斬殺和重置CD的效果 使得犀利的楊簡玩起來就像阿科一樣 技能无限刷 人偷随意收 并且其本身自带的强劲控制 和不错的进场恢复能力 使杨锦这个英雄 尽一颗绕后 打收割 推一颗单带 做牵制 那我的出装思路有两套 第一个对线 抵抗之蟹 暗影战斧 破军 不死鸟之炎 破甲弓 不祥征兆 那打野上啊 就是巨人之卧 攻速鞋 暗影战斧 破军 不死鸟之炎 破甲弓 明文 易变狩猎 加阴炎 现在马上带大家 领略一下 脱坑三招的奥妙之处 脱坑第一招 反野回旋扫 那由于啊 对二技能的眩晕机制 以及真实伤害的理解不深 导致很多小白玩家 杨锦是既打不出伤害 又控不住人 很是烦透了心 别急别急 其实非常简单 当目标生命百分比高于杨锦时 二技能命中啊 就可以造成眩晕 并且自身平A 也会附加一个真实伤害的buff 反之当目标生命比杨锦低的时候 是不会触发眩晕效果的 但真实伤害的buff啊 是依旧存在的 对阵脆皮的时候 果断交出二技能 给后续普通攻击 附上真实伤害 在面对难缠的坦克时 一技能啊 应该标记其他的单位 然后反向跑位 正向一统 快速拉开距离 才是明智之局 脱坑第二招 狗连无限狗 杨锦的一技能啊 是可以释放第二次的 也只有第二次 是具有斩杀和刷新效果的 这时当与敌人近身作战时啊 先二技能控住 一技能挂上 平A三段加大招 保重伤害打幅啊 再释放二段一技能的伤害 简单的来说 就是二一 三三三一 这样的出招 既可以打住成敦的伤害 又可以防止敌人逃跑 并且一技能会最大程度 发挥他的斩杀效果 确保激活一技能刷新机制 突坑终极 心下无垢 保技不显三 出窍必见学 此招的重点是 先将小兵打成 借助一技能的刷新机制 跳过去 出其不意 跳到小兵身边 然后用二技能飞狗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啊 一定要控制好小兵的血量 要是不小心第一段伤害 就直接打死了 那可就非常尴尬了 一个优秀的杨姐啊 必须做到抓人不满血 反手心不乱 精确地计算 敌我双方血量 每一发二技能啊 都争取打出旋律效果 配合一技能追击与斩杀 大招强力的回复 与爆炸的输出 华丽而又浮夸的极限反杀 岂不是信手拈来 好了 今天三招脱坑子弹 就介绍到这里了 斗鱼688 没玩七点半 咱们不见不散 哇 这是最气的 还不点不关注啊